4999元就能买英特尔G12的酷睿i5 RTS3050笔记本 12代i5性能强劲 单核超越上代台式机i9 打游戏起飞 95瓦满血RTS3050笔记本 台式机显卡1070水平 3A轻松跑 这家位最好的选择 用料超好的全纯铜散热模组 导热更强 散热更好 英特尔X211网卡 吸收硬盘 144Hz电竞平等 全面到位 这笔记本就是七彩虹 匠心X15XS2022版 七彩虹还是很出名的 厉害的是支持售后上门服务 这是很多其他牌子都没有的 开箱外包装很与众不同 侧面标签笔记本配置列表 这只是一个外包装 内包装也非常的与众不同 这些毛笔的国风字体挺特别的 抽出今天的主角 索性直接全部倒出来 居然有防潮用的干燥剂 小巧的150瓦电源 三孔电源线 两个硬盘导入电 说明书什么的 没有指纹印什么的 一文就知道是心机味 后外可以看到全头的散热模组 包括鳍片也是 开箱就这样 首先肯定是要看看 内部的用料和做工怎么样 卸下所有螺丝后 拆机片一滑就能打开 这价位肯定是全塑料外壳 第一时间断开电池 再按提起来电源键清除余电 这样才能放心大胆的清晖 或者升级硬件什么的 真全铜散热模组 四热管两粗两细 量手产的都在发光 不做黑化也挺帅 丰盛外壳都是纯铜 而且与热管连接 这样外壳都能进行一定的散热 下方的导入电也是全覆盖 四出风口设计 散热鳍片也是纯铜 如4瓦时电池 游戏本就不知往啥续航了 西数SN540 512起硬盘 这硬盘发热小 底部没放导热电 两个导热电都用得上 两个AM2接口 左边3.0 右边4.0 英特尔 AX212网卡支持WiFi 6E 英瑞达两条8G3200 共同储存16G双通道 而且是双面壳里 性能比单面强 都是大牌的蓝天模具 唯一的区别就是散热了 用量好的散热模组 说明厂家良心也更多 外观这价位肯定是塑料的 整体心有灰的配色 扁平那面上面有个 毛笔字亮面黑的酱 简约中带着国风味 这种风格我是挺喜欢的 冰框和C面一体设计 左侧接口介绍如图 出风口三角形的线条设计 可以看到内部的纯铜散热模组 斜看冰框方方正正的 还挺好看 后侧接口介绍如图左侍 右侧接口介绍如图 虽然USB接口才两个 但Type-C接口也有两个 面对越来越多的C口设备 是挺好的 前面三个指示灯 对应电脑的不同状态 底部巨大的进风口 五个脚垫方滑 后脚垫更高 增加进风量 上门服务的二维码方便售后 勉强能单手开启屏幕 最大开合角如图 B面肯定是三边窄边框设计 顶部麦克风正列和摄像头 下巴大拇指宽差不多 中间七彩红的logo C面整体都是方方正正的 独立的电源键右上角 全尺寸键盘带小数字键盘区 单分区2GB光 四档亮度调节 大壮化的薄膜键盘手感 触摸板不大 够用手感中规中矩 整体颜值都还行 方方正正 低调的都不像个游戏本 屏幕108P的144Hz IPS屏 对于这套配置来说 是刚好匹配的 144Hz刷新率 不管是官网页还是玩游戏 都很丝滑 色彩也还行 看剧看电影什么都可以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配置 12的i5和12450H 对比12500 阉割了四小盒和三环 一分钱一分货码 对于打游戏来说 和i7都基本没区别 因为单核够强 超越上代台式机i9 16G双通到DDR4-3200双面颗粒内存 牌子获得C15SN540-512G硬盘 英特尔AX212网卡 支持会费6E RTS30504G 95W的满血版 跑分跟台式机的GTS 1070一样 一般的3i游戏 绝对是够用的 所有的配置总会 大家参考一下 一些跑分也供参考一下 烤机单烤CPU8分钟 69W92度 单烤显卡8分钟 95W70度 双烤8分钟 CPU42W 显卡75W 温度80度的70度 都挺凉快 烤机结束后 温度瞬间下降 说明导热不错 烤机热成像 长度位置才25度左右 包括WS地区域都很凉快 15W22度 表面最高也才45度 生产力什么的 轻松胜任 文字办公PPT什么的 不用说 单核够强 流畅的很 PRPS什么的 也是够轻松的 虽然PR续暗视频 是要慢一点 但这个价位 让我多等十几秒 也没啥问题 我相信大多数用户买回来 肯定还是打游戏用的嘛 以下游戏测试 都是1080P分辨率 MING PAO CANADA I just want to tighten up 总结4999这价位来说完全没啥问题 12代处理器RTS30系显卡 网卡硬盘内存都是排自货 外观相当低调 紧约国风味主流的配置 生产力和游戏都能轻松胜任 用料超好的全纯铜散热模组 散热好的很 这就是七彩虹降星X5 XS 4.99元游戏本不错的选择 更还有独特的上门服务 放心购买 这期视频就这样 视频收看拜拜